我想观众朋友 现在从镜头上看过去这个空间 实在是太舒服了 我觉得跟高度你抓的比例 关系很大 对 它的客厅位有一个很好的条件 因为挑高加大 可是相对之下就是 它的一个餐厅跟厨房 变成是一般的高度 那怎么样让这两个不同高度 在视觉上融合 不会产生就是说冲突 而是应该呈现出协调度 像这样子 对 所以在整个一个设计 我们希望说从这个厨房 往餐厅 往这个客厅那边看 它的视觉它是一致性 所以我们在从这个厨房的 这个中导的高度 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餐厅 餐厅我们用了一个大的长桌 那这个长桌 它事实上它可以坐到十个人 我们现在用了八张椅子 八张椅子对 对 八张椅子是它是八个椅背 它如果说这个处理得不好 它的视觉上会有点混乱 椅背太高都被切断了 对 那又跟这个客厅的这个挑高 它必须要思考说怎么样 不要让它视觉落差太大 OK 所以我们就让它有一个延伸感 所以高度的比例我们会抓一个差不多的领域 对 从我们的这个厨房往前看 就是餐桌当然是七十几公分高 然后背就让它跟餐桌协调 然后再往前这个沙发 虽然它是挑高区的 就是沙发的一个背跟扶手 我们刻意也不要拉太高 然后整个的一个视觉 就会产生一个延伸 加长的感觉 就不会觉得挑高区 跟我这一区感觉是两个世界了 对 是 而且在那个材质的选择上 比方说你餐桌的材质 选的就很有你个人的味道 是 你就是会这样选材质的人 谢谢 我们的这个餐桌 因为它的这个桌子是比较大一点 将近花两米五的这个长度 所以我们整个的一个材质 我们不希望它太亮 我还是用这个消光的食材 来做这个桌面 那我们在上面 除了说可能喝杯咖啡用餐 甚至我在上面搬杂志越多 它呈现出来的一个背景 是很柔和的 对 那我们坐在这个右手边这一边 它往前看它是一个八角窗 那八角窗出去以这一个兴趣 它有一些绿意 可以就是印入我们的眼帘 那当然是访客来 有可能坐左边 有可能坐右边 那右边看过去 刚好可以看到我们楼梯 整个楼梯 好艺术品 不像一般的楼梯 对 我想既然说它楼梯 它有它的基本的一个功能 就是导引到每个空间的一个 上下楼梯的一个功能 我们希望说也让它整个的一个感觉是艺术化 所以楼梯整个的一个梯阶 我们做了一个挑空 悬空的一个设计 然后让它跟我的背墙 我的背墙是用深色板炎来做背景 那深色板炎再加上这个浅色的木纹楼梯 它在视觉上就好像音符 这样咚咚咚 这样跳出来的感觉 所以我们坐在对面 虽然它没有外面的这些绿意可以看 可是它在视觉上 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愉悦感 我觉得还蛮棒的 而且我在猜 如果夜晚我灯都关掉 只留楼梯的灯 对 它这个楼梯 还蛮美的 对 这个楼梯的灯 我想除了强化它的一个雕塑感 这个视觉上之外 当然我们上下楼梯 因为这个灯光 我们在行走起来 它也增加了一个行走的安全线 对 在夜晚来讲 等于是它既可以当夜灯 那它也有这个 使用上导引的功能 那在视觉上 也把这个楼梯的一个 这个阴影层次 也把它这个陪渗出来 总而言之 这只楼梯应该会列在我小本子里面 应该是算前三名 然后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楼梯 是 音符般跳跃的阶梯 顺着光线时机而上 即将带领我们进入 更惊艳的二楼空间